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方总 你们不用量了 规格尺寸我图纸上都有 王理长 现在我算是漏明白 原来这趟你是想让我们干 贩运军火的生意 物流不就是贩运 贩运不就是搞运输吗 在我们这儿也叫投送 叫法不同 性质没变吗 这玩笑可开大了 要我们三天之内 把这几十台大家伙 全都运到程海去 还得神不知鬼不觉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方总 老张可都跟我说了 当初你干岛爷的时候 开车盗弄服装和电器 四十八小时不合眼 只要有钱赚 比谁都拼命 怎么现在 老张 我说你小子不够意思啊 把我那点陈前旧事跟谁都说 我告诉你 现在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不是当初那个刚退伍的穷司机了 方总啊 我这不是给你推广推广吗 我要不给你吹一句 这大买卖能落到你头上 方总 行不行 你给句话 没门 门都没有 你们不就是嫌钱少吗 跟钱没关系 我跟你说 我们不差钱 有钱 那你们什么意思 送上门的生意不做是吧 送上门的生意不做 那才是傻瓜蛋呢 李公 你跟王旅长说说 王旅长 我也不瞒你 您照顾我们的生意啊 我非常感谢你 但是我们公司有原则呀 是不是 要讲出诚信 这些东西能拉我们就拉 拉不了啊 还真拉不了 我们不能忽悠顾恨 李公 说得实在的 王旅长 我们公司啊 就没这么多大型的拖划车 也就是十辆八辆的 按您的要求呢 几十辆 这一时半会儿 还真没订负给你找去 另外您说什么 三天就运到城海 对 还真不知鬼不觉的 旅长啊 你就是给我们公司多少钱 这活我们都不敢接 接不了 王旅长 这真是实在活 您还是另请 更有实力的公司算吧 方总 方总 老方同志 你也是老兵了 部队有困难 你就不上心 我还不上心呢 我要不上心 我在那看半天了 就是 这样这样这样 我觉得你们还没弄明白 我把这个演习的目的 跟你们再说说 你别说 拉不了就是拉不了 我这儿爆脾气 你看 怎么今天碰上你们这俩降种呢 有钱不挣是吧 行 我另找别的公司 好吧 老张 这件事我谢谢你了 你们请 方总 方总 你都先别急嘛 这本来是件好事 这样 王旅长啊 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也有点耐心 跟伤人打交道 得动点心眼 绕点弯子 不能跟部队似的 有话吃来吃去的 不行 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吃了多少回啊 方总 方总啊 你先别急 听王旅长把话说完 现在是军改时期 提倡军民融合了 跟部队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保你 商机无限 才用功贵 这回你要是拒绝了 可是要后悔的啊 行吗 我跟你们说说 那这样 李公 你记着 好 演习第二阶段的任务是 程海市被外国鬼子攻占了 鬼子在城里杀人放火 我们的主权被侵犯 我 包括你 又被征召回部队 上级命令我八零八旅 立刻赶赴程海 三天之内 攻下程海 歼灭这支敌军 哎呀妈呀 旅长你说得太好了 这叫啥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要犯我 我必消灭之 好 这打着 太刺激了 好啊 李公 你又没打过仗 没扛过枪 你就好好听着 记着就行了 好吧 王队长 继续 好 从战区最北端 到战区最南端 东海之宾 路程遥远 天上 有敌侦扎机活动 太空有卫星侦察 程海市的外围 有敌方阻击阵地 我的战术是 在战役打响之前 我把一部分重装备 偷偷地运进城海 埋伏起来 战役打响以后 我正面长途机动部队 与敌方展开 突破防线的攻击战斗 这个时候 预先埋伏在 程海市里的重装备 突然杀向 敌人的指挥中心 也就是市政府大楼 方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是准备 带我们去看美国大片去 胡扯 我这可是真正的演习啊 你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呢 我 还主角 啥主角 啥 王旅长 你多少也给方总 弄个头衔嘛 这样他干起来 也有个名分 好吧 你就当我的保障处长 好 方总 你现在就是808旅的 保障处长了 你好好想想 有什么办法 能实现王旅长的 战役构想 真的 真的 两千公里 还不能让敌人发现 偷偷地运到城海去 王旅长 我让你少点 打个五折 少一两都不行 我去打仗 手里没家伙 我拿什么打的 来 王旅长 要不然 咱们改变一下思路 不走陆路 直接走水路 怎么样 王旅长 方总的意思呢 你少部分 或者大部分的 走海运 甚至一小部分的 我们装集装箱里边 尾装起来 走高速公路 你看行不行 行 这点行 是这样 我有个朋友 是专门做海运的 他手上 有两艘 有两艘万吨滚装船 他平时就是运输点进口的轿车 或者是做点工程机械什么的 只要他的船一口岸 咱们就把坦克装甲 运到船上去 我们就在连云港码头上船 从黄海经东海到达南海 从海上进入城海 怎么样 好 太好了 不好 怎么不好 这样的话 你不就少挣钱了吗 王绿长 老张 你们听到我 待这么长时间 提过一个钱字吗 没有吧 对 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老兵 我就把海运 陆运 全都给你包了 钱嘛 咱们秋后算账 怎么样 方总 你也别假仗意 部队不是没有钱 但是 也不会坑害咱们老百姓 老张 我真不是假仗 刚才王绿长不是说了吗 让我当保障处处长 我现在已经是军员了 对吧 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我的保障处长 回头啊 把你这小胡子刮了 头发理了 明天把军装穿上 这可浪费了我 这一脸的美人哪 毛绿长 怎么着你得给我个弦补偿补偿 弦 好吧 挂个上校军衔怎么样 任期一个月 这感情好啊 平时我就是个预备一中校 这会儿直接给我提成上校了 女长 能不能带上我呀 带你 你想要什么 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想当兵啊 老板 一个月 我就当五天行不行 五天 王绿长 理工是方总公司的副总 跟方总打拼了十几年了 也不容易 你看 这样吧 理工 给方处长当助手 当个中校科长吧 谢谢旅长 保证完成任务 我给你敬礼 好 李毕 李毕 敬的什么礼啊 王绿长 回头找个战士 好好教教他 好 你看这跟我送新兵连得了 这样 老张 把808旅程海联谊会的老兵们组织起来 组成内应分队 不白干啊 参加行动的一天三百元作战补助 王绿长啊 这个钱不钱的没啥关系 你给他弄实实军装转转吧 你也要 来来来 老张啊 打住 这名额有限 对呀 你跟我抢啥呀 不是 我刚当兵你这抢啥呀 不是 你们都穿上了 我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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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绿长 咱俩得签个合同 怎么 你还判我赖账是吧 亲兄弟明算账 我这一套海运陆运 成本也不低啊 咱也不能做那儿亏本的买卖对吧 怎么这样 白纸黑字写上几条 有一条必须得写 这一仗 如果你攻进城海打赢了 我们分文不取 就算是我方某 保家卫国做的贡献 你让我们老板 讲究人 但是 是 如果你没攻进城台 大输了 那对不起 该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算我们公司的正常业务 怎么样 那我这笔买卖可赚大了啊 不过一分钱不收 那就太不合事了 王历长啊 要不是因为我以前当过兵 有着部队的情节 这活打死我都不会接 再说了 我们这做生意啊 也有做生意的规矩 那就是奖罚机制 我跟你练上这么一条啊 也是为了激励你 能打胜仗 你打了胜仗 我这保障处处长 脸上才有光呢 这才叫新时期的人民战争呢 好 合同 你跟合政委先吧 不过 我们的部队正在搞社会化服务 我觉得 你们的长途运输业务 可以跟我们部队的长途机动训练 和转场相结合 将来 我们可以搞个长期合作怎么样 旅长说这真靠谱啊 有门 保障处长的命令 我给你下了 从今天起啊 你可就是我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了啊 所以这一仗 关键不在打 而在行 什么意思 你想啊 一只重装被捋 两千公里的长途机动 然后再潜入进城市 这个谁都想不到 因此 关键在于行 而打 只能是在巧妙的机动 和成功的进入之后 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这场城市攻防战 要想取得胜利 关键是在于 打出他的出发性 明白吗 明白了 不过 咱们这么做 会不会有点悬呢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打仗可不像你们捏脚泡澡那么轻松 没有朝常规的思维 没有冒险精神 别想打赢 行了 咱们打赢是我的事 全力配合保障 是你们的事 到时候 运输投诉方面 要是出了点问题 别说我一分钱不给你 我还要送你到军事法庭 打你试问 你别吓唬我 吓唬人呢 你吓唬 保证我承认我 好